上周 洛杉矶中国城发生了一起流浪汉持刀伤人案 华人受害者走在街上 无端被捅十多刀 竟然奇迹般躲过死神 消息传出 引起南加华人社区一片哗然 很多人揣测 这是不是又一起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 为此 洛杉矶警局副局长拉布拉达率领多位分局长和警官 于16日在中国城金龙酒家举行说明会 表示流浪汉伤人案只是一个偶发案件 排除了仇恨犯罪 目前 嫌犯已经逮捕关押保释金10万元 洛杉矶警局中区分局局长伊莱恩·莫洛丽丝 在会上介绍说 上周三下午 华人受害者于大卫走在中国城街头 迎面过来一名白人流浪汉突然上前 一手抓住于大卫的衣领 一手向他不断捅刀 导致于大卫脸部 脖子 腹部等连中十多刀 过路行人见状连忙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派人赶赴案发现场时 白人仍然没有停止对于大卫的攻击 警方随即将嫌犯逮捕 经初步调查 这名持刀行凶的50岁男子名叫梅尔斯 是一名有案底且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 警方以蓄意伤害罪将其收押并指控 保释金10万元 探员马提尼兹根据梅尔斯过去的案底称 这是一起偶发案件 并非仇恨犯罪 因为嫌犯在作案时并没有说出任何针对华人的仇恨言语 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法律上可定义为仇恨犯罪的证据 会上多位老乔代表表达了对中国城治安每况愈下的不满和忧虑 称中国城不仅流浪汉日益增多 而且流浪汉暴力伤人案件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不是Asian Hayes 是因为我们这个凶手 他没有讲任何话给我们的这个病人 他没有说是 比如说叫他讲他名字啊 讲他就说你是什么人啊 不是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样 你一定要有原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没有现在没有证据去说这个是Asian Hayes 因为他其实他是一个他是一个homeless 他脑筋有问题 所以他不是说说今天是他见到这个亚裔人 所以他才这样做 脑筋有问题是经过见证了吗 对对对对 经过医生鉴定了吗 还没有鉴定 但是preliminary我们现在查的时候 他是吸毒造成的 现在也不知道 现在主要是说他不是他没有 因为我们的侦探有跟他讲 有跟他问问题 他没有说是今天我这样子做是为这个人 所以才这样做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线索说 他做的是因为这个人的人是 所以是这样子 就在不久前 一名飞球妇女在中国乘车站 被一名流浪汉推倒在地 结果送医后不治身亡 莫若利斯表示 洛杉矶市中心的流浪汉日益增多 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有精神问题 这些人的暴力犯罪也不断增加 一方面中区分局的警力有限 另一方面 该区的犯罪案件也是洛杉矶最多的地区 这让中区分局每天的报警电话应接不暇 有些不属于人命关天的案件 警方有时顾不过来 以至于受害者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无法及时派人到案发现场处理 老乔代表李锦生 对中国城的治安状况 给了五分不及格分数 美联乔创会主席马树荣 称过去中国城每天都有两名警察在街头巡逻 还有自行车一警巡逻 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一名与会华人认为 洛杉矶警局副局长拉布拉达等几位警官 对中国城治安问题的回答令人失望 他们没有拿出彻底解决治安混乱的有效办法 给人一种谁遇上流浪汉犯罪算他倒霉的感觉 警方拿这些整天游荡在中国城 随时会杀人抢劫的流浪汉毫无办法 南加侨团和商家代表胡泽群 庄配源 马树荣 李锦生 邝松玲 孙文铁 王长盛 廖美华 以及洛杉矶华人媒体代表等数十人 参加了局长见面会